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至今职业超过30年 遇过的病人也超过30万人 不仅提供全人 全心 全方位的诊疗 也提供了偏乡地区的 完整医疗服务 他发现许多长期慢性病 都跟患者忽视身体保养 提早老化有关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 吕医师来跟我们分享 有关老化的问题 并且提供简单实用的保健方法 那么欢迎吕绍达医师 现场的观众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吕绍达 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的荣幸 能够来到人文讲堂 来跟各位一起分享 这个 我们如何保健做得好 就不怕 我们的生老病是来得早 或是来得太突然 我们的老化可以避免吗 有两个消息 第一个 好消息 第二个 坏消息 我们先来说 坏消息 坏消息是老化 没有办法避免 好消息呢 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保养 来做好我们的 让我们的老化 可以延缓 所谓 少年不养生 老来养医生 这是表示说 我们的保养 是可以做得好的话 让我们可以身体 能够更持久 更好 这其实呢 有些人说 我的身体很好 很壮 需要保养吗 其实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两部汽车 一部在外面 风吹日晒雨淋 甚至 天打雷劈 那另外一部车子呢 我们在车库内 出入车库 有定期的保养 这样你想想看 两年后 会是什么情况呢 当然 答案很明显 我们会选择说 我们要好好的保养 那 钢铁的车子都这样了 更何况 我们人的肉身呢 可是呢 就天天的 日日生歌 夜夜生歌 烟酒不离生 还跟我说 越喝越年轻 结果呢 比我们这些 先风道骨的朋友 还要先去找医生 还要先去找上帝 这可见呢 保养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常常说 年轻真好 年轻的人不见得健康 健康的人不见得年轻 年轻又要有健康 这才是真正的好 今天是我们各位在座的朋友们 这一辈子最年轻的一刻 是不是 对 那明天呢 明天会更老 所以我们保养要趁早 我们保养做得好 自然年轻人不老 保养呢 是很重要的 那老化是不是有机可循呢 我们看看车子 它不是一天就变成那个样子 它也是慢慢地 经过的岁月 所以才变成这样 那我们在 我们的老化是怎么样来的呢 我们从我们的五官开始讲 我们的视力 从近视眼 老化眼 再来白逆障 甚至青光眼 这些都是 岁月留下来的痕迹 我们的嗅觉 也慢慢地在退化 我们的味觉呢 也慢慢地在老化 而且呢 会越来越重口味 常常一家人出去吃饭 明明我们年轻人都觉得说 味道很好 可是呢 看看我们的长辈 加油 加酱油 加盐巴 加辣椒 拼命地在加 我们也不要责怪他 因为这样 他的味蕾在萎缩了 然后常常说 你在说什么 可不可以再讲一次 这是他听觉 也在衰退了 如果风言凉语听不到 那是最好 然后我们的记忆力 也慢慢地在衰退 常常我们坐在客厅里 突然想到 我书房里面有一本书 叫做如何增进我们的记忆力 信冲冲地到了书房去 看了满贵的书 然后突然不知道 我是进来做什么 各位有时候会 年纪大一点 就会有这个感觉 那我们的皮肤呢 从我们的婴儿 呱呱呱坠地以后 就开始因为内在跟外在的因素 慢慢地老化 外在因素呢 风吹日打 日晒雨淋 紫外线的关系 还有外伤内伤 刀伤 内在呢 内在来说 就是我们的七情六欲 工作的压力 还有熬夜 烟酒 甚至内分泌的关系 让我们的皮肤呢 慢慢老化 让睡夜在我们的皮肤上 留下了很多的痕迹 那就是作纹 纹的毛髮线 也慢慢地往后退 白髮也一根一根地伸出来 再来呢 纹的睡眠习惯 以前年轻的时候 纹可以一觉到天亮 现在呢 常常一个晚上 起来好几次 甚至呢 一起来就睡不着觉了 就坐在那边 看电视也不是 不看电视也不是 那常常呢 也会便秘 然后贫尿 肌肉也减少了 那作纹松弛了 然后身高也变矮了 常常有人到医院去 一量身高 说奇怪 我怎么又少了两公分 这是真的 因为纹的开始老化 那纹 为什么要抗老呢 那纹是要活得更久吗 纹不仅仅是要活得更久 最重要 纹也要减少纹老化的速度 再来延缓纹疾病的发生 然后也是减少纹的毛病的产生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活得好 而且要活得健康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当然 我们人的生理 是很精密的一个仪器 我们出问题的时候 它常常会给我们小讯号 那个是一个提醒 如果你不把这提醒 当成问题的话 那它就会来一个大警告 那我们日常所常见的 一个问题是什么 腰酸背痛 以前的人 朝九晚五 出去工作 那时候呢 它是拿着锄头 拿着镰刀 出去外面 它是说劳动 其实呢 在我们现代人来看 那是一个运动 那我们现代的人 都常常也是朝九晚五 可是呢 坐在电脑桌前 滑着手机 坐在那边 久坐不动 所以我们的肌肉 缺少了运动 缺少了运动以后 常常有很多的小问题出来了 然后因为常坐久坐不动呢 我们回胖代谢也出了问题 那回胖了以后 这些问题持续地发生 然后第三个大问题 就是排泄 消化的排泄的问题 这是现代人比较出现 常出现的问题 第一个警告呢 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老化了以后 我们的肌肉量 肌肉力也会减少 我们三十岁以后 每年是以100%的肌肉的流失量 让我们的肌肉 在慢慢地流失 所以在三十岁以前 我们要尽量 把我们的身体养得很好 那再来呢 每年一趴的下来 我们要延缓它的下来的速率 那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案例 我那时候 也快四十岁的时候 那也差不多减少了快十%的肌肉量 那时候回到家乡 真的工作很繁忙 然后也常常用电脑 在用着电脑的时候发现 那时候也不知道说 有电脑伤害的这个问题 就常常觉得说肩胛骨后面会痠痛 这个痠痛呢 我还想 是不是我缺少运动 所以呢 我去游泳 去打高尔夫球 去慢跑 甚至我去骑马 多做了 好像情况改善了 很高兴 过不久 还是又痠痛了 想想 是不是运动过度 减少一点运动吧 就这样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有一天晚上 睡觉前 觉得肩胛骨后面 有一点点的痠 那想说 好 洗个热水澡 睡个觉 第二天应该就会很好了 结果没想到 清晨的时候 左滚右翻 怎么样都起不了床 真的起不了床 那时候还不到四十岁 结果呢 我是用滚下床的 万念机灰 三天三夜 在床上都没有办法 很好的工作 那时候真的觉得说 怎么会痛成这个样子 那时候呢 我才知道说 我的游泳 我的高尔夫球 我的慢跑 我的骑马 都对这个 我的肩胛骨后面的 那一些肌肉群 没有很好的效用 那我就开始 拉了毛巾操 这伸展了以后 到现在 没有再发生过 所以我跟各位分享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疼痛 这是闻肌肉 闻了身体 给我的一个警告 可是呢 这是一定要去面对它 才知道说 我是什么问题 出了 才会有改善的方式 那再来呢 就是我的肌肉量的减少 因为肌肉量的减少以后 我的新陈代谢也减少了 新陈代谢减少以后呢 会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的很多问题 三高的问题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通通都出来了 甚至 我们碰过一个病人呢 他花了不少的钱 做了人工生殖 结果都没有效 他也放弃了 结果后来 他减重成功了以后 自然的就怀孕了 这可见说 我们这个肥胖呢 虽然不关美丑 可是呢 关于我们身体的 很多的问题 都会发生 想当年 我们在做医学院的医学生的时候 我们的教授说 这个尿酸痛风 是帝王病 那时候只有做帝王 这些高官们才会生的病 结果呢 现在这个尿酸 是很普通的一个问题 这表示说 我们的新陈代谢也出了问题 也许有些人说 我的身高 体重 BMI 都跟人家一样 为什么看起来会胖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体脂的关系 我们的体脂率 我们的脂肪比人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个图 这三个图呢 中间的是正常的 那如果呢 它的脂肪率 比人家高的时候 看起来 就会比较老化 这就是我们的新陈代谢 可是呢 我们会说 我怎么知道我是胖呢 第一个 就是我们很简单的 量一下我们的腰围 我们的腰围 男生不要超过90公分 女生不要超过80公分 那如果呢 超过了90公分 就是有一点慢性病的危险群 女生超过80公分 也是一个慢性病的危险群 这身体状况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身体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那第二点 我们只要稍微捏一下 我们肚脂周围的皮 脂肪 如果呢 小于4公分 恭喜 那是正常的 如果大于4公分 那就要注意一下了 这是我们身体 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 如果我们的肚子 是微凸 大于90公分 皮下脂肪 捏不出4公分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种 内脏脂肪的肥胖 如果呢 体重腰围是标准的 捏出了4公分以上 那要小心 那是因为 皮下脂肪的肥厚 如果两个都 超过标准的话 那是一个 很合形的肥胖 那更要小心注意 再来第三个 刚刚说的第三个点呢 就是我们的腰臀比 我们的腰臀比 在男生来说 不要超过0.9 女生不要超过0.8 超出了这个标准的话呢 你就会显得大幅便便 就会显得小富婆一样 这个情形呢 就会出现一个鲑鱼线 出现了一个鲑鱼线 如果我们的这个 度围腰臀比 有比较好的话 自然就会有一个 人鱼线的出现 当然我们常常说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我们的小腹三尘 不是一时之惨 不是说我今天 多吃了一些东西就胖了 也不是说我 今天少吃一些就会好 其实这都是长期保养下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一个呢 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大腿的一个截面图 最右边的那一个图呢 是40岁的人 他有常常在运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中间的骨质是很好的 肌肉也很结实 然后皮下脂肪 只有一些些 那在最左边这一个呢 他是年纪大的 可是呢 他有持续地在做运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骨质还是很好 而且肌肉也还是很结实 皮下脂肪也不多 像中间的呢 中间的就是喝茶看报聊天 然后呢 缺少运动 结果他的大腿的肌肉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 骨质很纤细 肌肉萎缩了 皮下脂肪变多了 也连带着他的肌力会更不好 那刚刚说的第三个 第三个老化的警讯 就是闻了消化排泄的问题 消化排泄因为闻长坐 久坐不动 看电脑 滑手机 缺少运动的时候 闻了腹泄 腹脏 那是当然 口臭也有关系 甚至因为 里面的肠道毒素的吸收 造成闻的头痛 而且造成闻身体容易疲劳 皮肤也容易粗糙 而且会变暗沉 这些都是闻老化的一个警讯 现在的闻都有一个新的思维 不是只有做医疗的医学 闻是要做预防的医学 就是不要生病 能够延缓我们的老化 然后呢 让我们的身体呢 能够恢复得更好 让我们的身体 能够保持在最佳的状况 然后最重要的 让我们的健康促进 之后呢 改善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的品质会更好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保养的目的 就像刚刚一开始 车子的一样 为什么要保养 保养就是有差 那保养要做什么呢 最好要运动 运动呢 有哪一些 譬如 我们的慢跑 游泳 登山 骑脚踏车 打高尔夫球 还有打篮球 甚至就是我们做的家事 你把它当成兴趣是很好 那可是呢 像我们这些运动呢 就是需要场地 还有不是随手可得 结果我就把我的毛巾 拉出来以后 发现它不需要时间 场地 只要你有这个想法 那毛巾的伸展运动 有什么好处呢 最重要 男女老少都可以做 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而且非常的容易学习 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持之以恒 随时随地可以做到 为什么这个伸展操 可以有效地做这些工作呢 因为我们是左右手的 激励在互相的对抗 即使你是身体很差 很弱的人 因为你两只手在 互相的急抗 所以两只手的激励 都会互相的提升 如果你是很强壮的 一个健康健身教练 一样 你两只手在互相急抗的时候 不见得说 你这样子就不会增加你的激励 而且互相的抵立 互相的激励 所以两只手的激励 都可以提升 最重要还可以矫正我们的姿势 最重要活化我们生成的肌肉 就像我刚开始讲的 我做了很多的运动 结果还是一样腰酸背痛 因为我肩胛骨后面 那一个生成的肌肉 没有运动到 还有我们肠道的活力 也可以活化 因为我们在动的时候 可以活化 还有我们的三大淋巴系统 也可以活化 我们的三大淋巴系统 就像我们的颈部的 肩胛 那个腋下的 还有我们胯下的 这三大淋巴系统 都可以很好的活化 那我们再来就是 我们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一位来的时候 98公斤 血压180 120 吃了很重的血压药 结果半年后 因为毛巾操 还有隐私的控制 就变成68公斤 那这68公斤还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的血压变成180 连药都不用吃了 还有这一位 64公斤的小姐 来的时候 很没有自信 然后呢 经过了半年多的 这个饮食控制 还有毛巾操的 这个调整 他越来越轻盈 而且呢 越来越健康 而且失回了他的自信 这一位是一个工程师 来的时候是120多公斤 经过了快一年的 这个调养 变成了70多公斤 这不分男女老少 而且在养老院 我也去过 让他们做得也是非常的好 做了以后 真的活络起来 很多这个肠胃的问题 便秘的问题 也都解决了 毛巾操 用五个动作来找出 我们身体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呢 我们两只脚 与肩同宽 然后拉着毛巾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 两只手一定要 保持很挺直的状态 让我们的毛巾 是一个绷紧的状况下 我们的右手用力 让向右边拉扯 这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两边的肌肉 都会用到力 而且呢 深层的肌肉 可以用到 最重要的 用到我们的力道 如果呢 毛巾操在松垮垮的话 那就是没有什么效果 如果第二天 你会发现 有哪一边肌肉酸痛 那表示 我们的脊柱 有一点侧弯 后是有一些问题 如果两边都酸痛 那是正常的 而且呢 恭喜你有用到力了 第二个就是 我们的左右 扭转的 招式 一样 两只脚与肩同宽 两只手一定要打直 挺直 然后向我们的右后方 转过去 看到我们的最后面 那再来就停留个十秒钟 然后再回到原位 然后再来向我们的左边 拉过去 而且是慢慢地吐气 慢慢吐气 然后到最后 停个十秒钟 再回来 那第二天呢 如果两边都会酸痛 表示你的方法用对了 如果有一边比较酸痛的话 可能有一点骨盆腔的问题 或是歪斜的问题 这都要注意一下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做一个 勾脚的平衡的试验 平衡的试验 如果停留十秒钟 不会有些什么躲动 表示很好 我们的平衡感很好 那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做一下 我们的腹肌的测验 那像我们的图上 中间的这个 我们往后仰 如果呢 能够停留个十秒钟 腹肌不抖动 恭喜 我们的腹肌还算很好 如果呢 十秒钟在那边一直抖动 表示我们的肌肉群 腹脂肌 腹斜肌 或腹横肌 有一些不太够 需要再加强 再来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的双脚内夹 这时候不要靠着椅背 要腾空 然后呢 两只脚往上拉 如果我们的十秒钟内 大腿不会抖动的话 恭喜 你的肌肉力还算不错 如果有抖动的话 回去我们就要 好好地加强我们的肌力 最重要的是 不易衰老 不易肥胖 不易酸痛 不易生病 而且呢 会矫正我们的姿势 让我们的姿势 不会歪斜 健康是最重要的 地位 财富 还有我们的幸福 通通都在于 你有没有健康 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身体 这些后面的 通通都是零 这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我是李少达 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马上行动 持之以恒 谢谢 李少达医生 以人一情怀 长期在为相亲服务 并且从最常见的疾病 和衰老问题 找出根源 发展出一套 受度减重 健康养生的方法 经过大量的案例的 验证与回馈 确实帮助许多人 找回健康 谢谢李少达医生 人文讲堂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